這他現在建最大的官 叫引力 就是政治局委員兼 這個北京市委書記 這是很大的 不管從政到他的職務都很大 而且目前這個人不小了 當然比習近平還是差很多 目前還行 北京是比上海還厲害 因為還是首都嘛 天子腳下 對 然後呢 老共很節制 其實還蠻給朋友 這個馬英九的面子 第二我講九二共識 我絕不在馬英九的傳回臺灣的新聞南刊 就是說講統一 沒有字眼沒出來 九二共識 然後反臺獨 反臺獨當然是國民黨的基本款 就好像買衣服不是黑 就是百搭 基本款 然後百分之六十人民的政黨 藍跟白 反臺獨是基本款 包含柯文哲也常講 但民進黨當然不反臺獨 反臺獨跟不反臺獨 是六比四的一個態勢 我講選票在一千九百萬票 那馬英九九九二共識 擱置爭議 以前要謝謝胡錦濤 那十年 謝謝江子民那十三年 其實對臺灣是非常友善 雖然江子民很會貪污 可是被中華民國主權 基本是善意的 而胡錦濤本來就有名的民主派 在他們的兩種的政治人物的形態裡面 雖然二十三年真的過了 兩岸是好日子 也是國民黨當時講到兩岸都加分跟搶項 可是變了三四年前 他說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 臺灣方案的時候就風雲變色 講九二共識 往好處想 這個舒淇講的也有點道理 可能緩和一下 那可是另外一方面 就跟統一更接近一點 我講物質不滅定律 我這樣講 擱置爭議 那我認為爭議沒有辦法擱置 是啊 因為我們的爭議是什麼 對國民黨來講 我們有兩個爭議 第一個就是台獨是有爭議 所以我們反台獨 第一個我們也反統一 也反統一啊 你九二共識 我反對統一嘛 當然國民黨三分之一支持 不反對統一或是支持統一 可是我是維持現狀派 不統不獨步 那就是反對統一嘛 不要變一統嘛 就這麼簡單 小平請問一下 馬英九也講過不同不獨步 你覺得他現在還維持這三個低調 沒有沒有了 講不同不獨步 是那時候也聲援答賴 也支持六四 那個時候的勘戰好不好 現在票沒那麼多 弱掉了就不講了 就不講了 所以擱置爭議 你一直講統一 我們認為有爭議 因為我不要統一 我就國民黨 我不代表國民黨 我代表我個人的 一個維持現狀派的 一個國民黨籍的市議員 那再拉回來 那拉回來 那國民黨何去何從 馬前總統這次去 對國民黨會不會很頭痛 很頭痛啊 你們還是覺得頭痛 很頭痛啊 所以那時候 那個蕭聚成不是講說 你不讓我們馬上就來 說你侯友宜少五十萬票 有沒有 我們就輸了 輸七趴 輸了九十萬票 對 如果他再去 輸更多 你覺得輸更多 那如果 朱立文提出嚴正的聲明 這個跟這個叫中華民國憲法 以及跟我們的黨綱 是不符的 那就可能再加二三十萬票上去 就你不要去處分他 我不讓你來 這正確的 那我我甚至我要藉由這個時候 梳立我朱立文的威望 我就是主席 我說你就算 而侯友宜就是總統候選人 他說了算 所以一不讓你來 二我們要把所有的這個 不是你說了算 兩岸是我們說了算 那講清楚 那又不一樣 好 最後講一句話 難題到盧秀苑身上 我的觀察 盧秀苑重重之重 國民黨聲望最高 他現在做民調 可能跟賴清德 就預測四年後 搞不好有拚 但沒有人做這個事 那現在我們的困難是 我們必須跟老共有些往來 可是用絕肉故事往來 大部分的選民 臺灣選民是不喜歡的 選舉是艱難的 可是不往來的話 那你國民黨價值又何在 這個都很現實 所以呢 盧秀苑我的觀察是 他只有兩個選項 就明年五月是大勢嘛 我盧秀苑的走向一 我自己選 據瞭解是大概 農曆年前才決定 你說你們黨主席內戰 對 明年五月 可能要到一二月才決定 他只有兩個選項 第一個我自己選 那壞處就是很辛苦 總統候選人 市長 還有主席蠟燭 然後二零二六那一戰 又是個應戰 那是個難關 特別新北 連臺北都著火 等下就會聊到黃國昌 人家話都已經放成這個樣 對不對 有點囂張 聽得不太爽 真的 第二 盧秀苑就是代理人戰爭 我認為就兩個選項 就找代理人 我不選 然後我到第二線 那今天你盧秀苑要思考 這個侯友宇的民調都不談統獨的時候 八十幾趴滿意度 都第一名 好多年都第一名 所有的聲望調查 可是一碰這個統獨 一碰兩岸 那就是深水區 所以今天盧秀苑當主席不當主席 我代理人 我覺得都不是重要 而是他變成總統候選人之後 他對兩岸九二共識 他要怎麼走 我這個才是難題 好沒關係 盧秀苑這一趴到到後面 大家一定會的 如果真的有意進族大位的人 一定會碰到這些 但眼下 包括馬前卓明天 是不是真的馬歇爾會 會如期登場 跟美日光峰會 會不會直接這樣的 大家尬場 而尬場 昆仁堂民主黨 很多的朋友 講到這個時候 立場非常簡單 就是最佳男配角 你就是去呼應別人 當馬前卓去搞成這個樣子 然後就差沒有講到那種 背叛了整個台灣的那種感覺 你們真的有這樣的感受嗎 當然四月八號 原本預期這個習近平 跟馬英九會見面 那現在有人到四月十號 那合理的這個判斷就是說 因為四月十號的確 美國日本有高峰會 四月十一號美日飛又高峰會 那美日美日飛的高峰會 一定都會談到台灣的議題 那所以說美國跟日本 雖然這個台灣沒有在場 那一定會談到說 臺海穩定的問題 那如何維持這個臺海的這個現狀 這會提到 然後你說這個美日飛 南海的議題 也會提到說印太的戰略 那臺灣也是在裡面 所以說雖然說 臺灣沒有參與這個美日 或是美日飛高峰會 但是呢 臺灣的議題都相當的重要 所以我認為 當然習近平從八號 延到十號來見馬英九 我認為還是會見 然後馬英九已經一路都配合 這個中國的這個劇本 你覺得他配合 配合哪一些 他配合人家配合成這樣 他就配合這個 這個中國的 這一個統一的一個調子 都配合就是說 臺灣是屬於中國一部分的這個調子 那配合就是說 這個還在講九二共識 那雖然他的九二共識 沒有各表空間了 但是呢 他還在講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 習近平已經講的 就是一個中國 所以馬英九到中國 其實一路再配合一個中國的 這個劇本在演出 所以已經這樣演出了 你說還不見這個習近平 還不見他 我覺得也不會 因為習近平 他還是希望說 在臺灣還是有一個 像中國國民黨 或是說像馬英九這樣代理人 他還是要找一個窗口 可是越言之說 他都已經沒有什麼影響 連國民黨的立委 對 都直接在媒體上面這樣說 小平這樣講 我也認為說 他們其實把馬英九看得沒一個好 沒有影響力 卻有殺傷力 你這樣講話 非常具有侮辱性 所以我認為說 其實習近平也是誤判 他認為說 我把這個八號延到十號 要來對抗這個美日的高峰會 要釋放一些訊息出來 臺灣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 但是他低估了 應該說他高估了馬英九 在臺灣的行情 但是對於520 賴清德 我們這個總統的就職 我認為他還是會透過 馬英九講一些話 釋放一些訊息 給這個賴清德 我想馬英九大概就是這個角色